片头 蓝色水墨化开 动画系列标题 时势信易之心安杂出现 树叶飘过 带出这出动画的标题 见招拆招 中山中太笑着看手上的平板电脑 不要以为得年轻人才会手机平板不离手 中山中太都很喜欢用平板电脑看新闻 不过最近中太就越看越手 中山中太坐在沙发 中太一路看着新闻 一路愁眉苦念 老公啊 最近年轻人这样 孙仔如果派去嘉宾堡的中学 跟着飞仔学坏 怎么办呢 中太想象孙仔站在学校门口 套校服很不整齐 还拿着烟 还有啊 最近市道不好啊 阿仔做的餐厅没有生意 他会不会被人炒的 中太又想象阿仔哭着这样 站在店铺门口 店铺里面没有客人 前面有落叶飘过 比喻生意凋零 中山就回答了 嘿啊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没事的 讲讲下 中太又开始担心阿仔会移民 扔下他们两个老人家 怕将来没人照顾 背景慢慢变暗 中太想象阿仔一家搭飞机移民 留下中太照顾病境的中山 中太最终想到睡不着 个人没有精神 又没有记性 还全身不舒服 中山中太躺在床上 中山已经睡着 但中太就担心到睡不着 画面宿世成一张画纸 由一位女专家拿着 大标题 专家有话而出现 中太因为社会事件而担心孙子升学 既而怕阿仔会失业 甚至会移民 扔下他们 将来无依无靠 中太站在大光灯下面 身边出现几个画框 分别是学校 阿仔哭着站在那里 天空上一架飞机 和自己独力照顾病境的 中山的情景 这些想法 令他变得过分焦虑 还出现不同的身体反应 例如失眠 呼吸困难 心口不舒服 疲倦之旅 心情繁躁不安 很难集中精神 无记性等等 中太的仰好焦虑 几个画框出现 分别有他睡不着 心口不舒服 疲倦的画面 我们对社会上的突发事情 有些担心 都是常见的 不过如果我们只是想着它 过度专注这些事情 就好像用了放大镜看东西 把原本的事物放大 令我们高估了它的危险性 或者严重性 插图 中太拿着放大镜 面前有一颗仙人掌 透过放大镜 仙人掌的刺变到一把剑 好像要插向中太对眼 中太的样子很害怕 专家再出现 旁边有个灯泡 下面写着大标题 处理贴士 觉得焦虑的时候 先冷静 不要想得这么坏住 理性地分析一下 小标题 理性分析 插图 中太和中生 分享自己的想法 又可以找家人 或者朋友商量一下 他们或者可以带我们 用另一个角度去看件事 中生说话 对话框内出现一个转弯符号 表示转个看法 小标题 舒缓情绪 插图 中太皱眉 坐在梳化看平板电脑 如非必要 避免不断看有关的资讯或者新闻 中太放下平板电脑 然后慢慢用鼻吸气 慢慢用口呼气 觉得焦虑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些松弛练习 维持日常生活 包括作息 饮食 社交 中太睡得很软 烧着食用有肉有菜的饭菜 还有和朋友聊天的情况 小标题 寻求协助 专家出现 旁边有医生和护士 不过如果焦虑情况持续 而且影响日常生活的话 就要尽早向医护人员求助 专家手持一张画纸 画面拉近 去到社区中心里面 中太坐在电脑前面 她朋友华依就站在她旁边 第二天 中太在社区中心 和朋友华依一起上网看新闻 她又和华依说 自己很担心孙儿子声中 会派到校风不好的学校 怕会影响前途 华依就和她分析 其实选学校不知看校风的 跟学校程度合不合她 都要考虑的 至于个人会不会学坏 都好看家里怎么教 和孙儿子本身的嘛 你都说得对的 我想我都是这段 比社会事件 搞到自己太担心 自己吓自己而已 听完你这么说 我放心点了 不如不要看那么多新闻了 一起去活动室 看看其他人搞哪一课啦 中太和华依微笑 两个都很轻松 女专家再出现 旁边有一个灯泡 下面写着大标题 专家提示 就着以下四个提示 画面逐一出现相关的装饰插图 觉得焦虑时 我们可以 理性感分析一下先 多点和亲友商量 用不同角度去看事情 如非必要 不要过量接收有关的资讯 如果焦虑问题持续 就要找医护人员帮手啦 画面出现 卫生署和长者健康服务的标志 还有以下文字 2020年5月 卫生署拥有本影片的全部版权 本影片只工作非商业用途 严禁遭受及作其他毛利用途 全片完